今天的訊息就是自我形象被建立 就是我們每一個自我形象可以被建立 自我形象其實是很重要的 例如大家有時跟一些人相處 你發覺有些人很穩定的 即是他不會說煩惱、不開心 大家跟一些人相處 你發覺有些人很平穩、安靜 就算有甚麼事發生 他又不會很大的反應、很害怕 譬如被人說了說話又受傷害 但有些人我們大家相處的時候 會發覺他很容易玩失蹤 其中有些人的遊戲 就是他不開心 你找他找不到 他不開心他不想見人 他不想跟人溝通 或者明明有些事說明了怎麼做 但一會他會甩底 他會說我今天不開心 我不可以做 我相信大家都會 你跟一些人相處的時候 發覺有些人他會 有時忽然間情緒化 有時他會很煩悶 或者說話很負面 即是說 都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幫我的 這些就是他的自我形象 彰顯出來 我曾經認識一個 以前在外教會 他有一個弟兄 他很愛主的 他很想是夢神 他有一個心 他就上網了 上網學希臘文 他真的有學到 上網學希臘文 然後他就準備去讀神學 他當時來說 他就說他有感動 他就跟一個姊妹有戀愛 和後來結婚的 不過這個姊妹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姊妹是有情緒的問題 但是她說 我決定我要幫她 即她的心想幫她 她就想著 我就可以 即她有心幫人 她說我先幫這個女朋友 但她沒有預料到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當一個人的 他的自我形象很低 而他不願意被改變 不願意 即是說 譬如有些方法 怎樣可以改善 但他不願意的時候 他可以成為 他自己的痛苦 和別人的痛苦 那這個人 他很努力幫他 努力幫他 但是始終這個人 不能夠平穩 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 很情緒化 結果這個 我所聽到這個情況 因為我後來離開了一個教會 但我聽到的情況 就是他已經再沒有想著去試奉我 因為為什麼呢 他搞不定她太太 即是說 當一個人他的自我形象很低的時候 他不肯改變 主要肯不肯改變 肯改變是有方法的 每天改善1% 神給我一句說話很簡單 每天改善1% 100天就100% 雖然有時候未必這樣計 但是你每天改善些少 總會改善 無論什麼問題 都可以拆解 跟他說一次 無論什麼問題都可以拆解 無論什麼問題都可以拆解 只要我願意改變 只要我願意 只要我願意親認神 神一定幫到我 神一定幫到我 神真的幫到我們 不過有很多人 他不願意依靠神 一煩惱就 什麼都忘了 還有一煩惱就 找人談 說來說來 只是把他的問題說出來 並沒有願意去處理 這樣的時候 他可能一輩子都在這個情況 你會發覺 第一 搞不定他的生命 他的內心世界 和人關係 工作也可能有問題 找工作也可能有問題 做不到 沒多久又被人解僱 更加不會說得到 傳呼音 事奉神 我們會看到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有一些自我形象的問題 包括我在內 或者包括任何一個牧師 都會有時覺得自己不太行 或者有時覺得 我會不會做錯呢 會不會有些人不喜歡我呢 有些我做得不夠好呢 總會有些出現 那這些出現呢 我們的問題是怎樣處理 譬如作為牧師 很多次我想 不知道講到那些人會不會 會不會聽到 覺得悶啊 不得幫助啊 沒有心機聽啊 這種的意念 在我裏面出現都不少次數的 但我發覺 如果我給它負面影響呢 我就會很辛苦的 糟了 那些人是不是沒有心機呢 那我就會很辛苦的 但是呢 我現在決議 我越背著就越辛苦的 我越背著就越辛苦的 我背著就越辛苦的 什麼困難背著都很辛苦的 什麼困難背著都很辛苦的 那我發覺呢 我放手 因為耶穌說的嘛 凡勞苦丹送丹 什麼送丹都好 你到耶穌那裡 你將它交給 所有送丹都交給耶穌 耶穌就是使用得安息 就是耶穌 是真的能夠幫我們所有問題 而任何人 沒有例外 我們丹任何一個丹子 當你持續丹 是遲早出事 很簡單 哎呀 我兒子不聽話 我女兒不聽話 哎呀 家庭問題 我上班大家的問題 你每天都擔心 你整一下整一下 你覺得自己會不開心出來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都試過 我都試過 因為我從小 我家是因為賭博的緣故 家庭有很多問題 就有分辨 結果呢 就是發惡夢和夢遊 就是很嚴重的 所以那個自我形象也很受影響 但是呢 神可以完全醫治我 我不會說100% 就是大體大致上是醫治的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是100%醫治 除了去到天河 你去到天河 然後呢 當耶穌一接你 你的靈一出來 嘩 不那麼鬆 不那麼鬆 原來那麼鬆 那麼開心 因為沒有了罪 淡就是那麼輕散的 我們在世上總會有一些 不過問題是多還是少 就算是侍奉的人 不一定很鬆 有些侍奉的人 都是有個淡子的 但是如果我們越放鬆 越輕散 越相信神的恩典 越來越處理任何負面的東西 我們就有個自我形象 可以被提升的 感謝耶穌 在這裏呢 就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那這個圖呢 我就簡單地講 這個呢 其實是跟學生有關係的 不過這個是一個多元 多層次的自我形象 而左邊呢 就是學術的自我形象 這個學術的自我形象 在我來講 可能不是很適合的 不過你可以說 是一些我們能力的自我形象 我們自我形象都有能力的一部份 就是神的愛神的恩典是一部份 就是說一個人 譬如假設 他跟人交往有問題的 他做工又是永遠做不到的 很快被人解僱的 他怎樣相信神愛他呢 他都很難有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因為健康的自我形象 一方面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親近神 有信心 被神安慰醫治 但也都是跟我們本身的能力有關 但是普通世人就是這樣的 你要聰明的人 你要搶先 你要考得很頭的人 你是被老闆看起的 我們就會說不要緊 你不用一定要去到最高最高的那個 總之你聽神的話 你會逐步提升 就是說我們不用聰明的人 總之我們盡力 就是所求於管家事 要他有忠心 忠心就可以了 而神可以提升我們的智慧 神真的提升我們的智慧 我很感謝神 真的 很多東西神都會一直幫我 是幫我每一樣東西都提升 譬如我彈琴呢 我今個禮拜彈 上個禮拜有些不同的 但可能大家 有些可能聽不到 但我真的知道有些地方 我是有些進步的 這個就是神可以讓我們聰明智慧 是怎樣去改善 做什麼都可以進步 所以呢 我們的自我形象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但也都是我們怎樣使用我們的生命 怎樣發揮我們的生命 那你 你說 我很不行 不要緊 總之你每天進步就OK的了 好了 右邊那裏就是 非學術性的自我形象 社群的自我形象 譬如一個人他沒有朋友的 他有一個社群 教會有一個社群 工作地方有一個社群 你的家人有一個社群 那在家人的社群 或者在工作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夠跟人交往 關心人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但如果每次有什麼聚集 他都坐在那裏不出聲的 人們跟他講 他不會回答的 那時候他自然很難跟人交往 但有些人說 我就是這樣的人了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其實很簡單的答案 就是你開始關心人 不要只是想 別人關心我們 我們想一下其實 個個人都有需要的 那這些我們都可以 有些訓練幫助大家 其實知道個個人都有孤單 個個人都有不開心 個個人都有需要 個個人都有闖淡 我們想到人的需要的時候 或者跟他溝通了解 我們就要關心他 為他討告 有可以地方幫助他 因為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見入到友誼了 就是關心人是最好的 但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是想著我得到什麼關心 有些人說 教會都沒有人關心我的 那麼他會失望 因為人其實 沒有人特意 就是很少人特意 看看我先關心誰 就是很有愛心才會的 那麼多數人說 哪個人關心我 但如果我們出去關心人 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朋友 那麼我自己的朋友 周圍都是 因為我四處見到人都幫人 那麼而且 其實我小時候講話是 口疾疾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家人不聽我說話 所以我講了一半 我就會停 我怕著別人 不想聽我說話 那麼 但是我信人書之後 經常改變 我有膽量 那麼這些都是需要學習的 那麼我們 那一堂的聚會 我不會講那麼多 不過給大家知道 總有方法去提升 所以這個社群的自我形容 很重要 情緒的自我形象 譬如一個人 他經常都自己 無緣無緣無故 又發脾氣 又不開心 每天都煩惱的 睡覺經常都受影響 情緒影響情緒 影響他的睡覺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 他很難有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所以這個情緒的管理 還有他的體能 這個體能 可以加到他身體的能力 和他的外貌 其實我們所有會一方面 都影響我們整體 整個人的 那麼我們就怎樣 首先有神的恩怜 還有怎樣我們逐步提升 而發覺那些影響我們的地方 我們就去處理 那麼我們在這裡 就講一個自卑感的形成的過程 我們一起讀一讀一下 第一 人傷害性 話和行動 第二 信念 覺得自己無用 失敗時更覺得無用 有失敗的心態 失敗更多 自卑無力 無成就痛苦 那麼這裡講到 首先 通常人會有自卑 都是因為 有些人的傷害性的說話 或者行動 發生先的 或者他自己和人比較 他說 那人這麼聰明 我經常都做不到 那麼他又會有自卑感的 那麼最重要就是他信念 如果信念說 不要緊 那些傷害不要緊的 我不用介意的 那麼他就可以釋放的 但是如果他的信念 哇 他說我 他說我 他罵我 就是我沒用 就是我蠢 就是我不及人 這樣的時候 他就入了心 他的自我形象就會降低 可能他一天就降低一點 但是他第二天又被人說 說完他又覺得自己沒用 而下一步就是失敗的時候更加沒用 就是當他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都失敗的 他越害怕就越失敗 他和人家的網 經常都震震一下 他經常怕 他要在學校做presentation 要有些什麼分享 自然上台都震了 都不知道說什麼 他越失敗 他就說 他就會 他會說一句說話 這些叫做內在誓言 我說不到的 我做不到的 我沒有用的 當人一信了這些信念的時候 就很大問題 所以我們裡面千萬不要說 我沒有用 人不好 這些負面的全部都不好 或者神不幫我 全部都不好 全部都放手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 和怎樣 不給這個影響 怎樣處理 其實基本上 不是很神秘的 只要說我們入的意念 就算是不好 我立刻處理將它改變 然後用聖經的正面的觀念取代 又親近神 又親近神 神就一步步依治 其實是可謂簡單 但是做的時候很難 因為人不習慣改變 我們的情緒難於改變 但這個是神可以做得到的 好了 接著有失敗心態 失敗更多 慘就是這樣 就是他越害怕 他就越失敗 越失敗多 他就會說 我永遠都不行了 沒有人喜歡我 我沒有朋友 我嫁不出的 我娶不到老婆的 就是這些說話 接著後面就是自卑 無力 越沒有成就 即是他又自卑 又沒有力量 又沒有成就 又痛苦 譬如比較 哇 這個人都高過我 我就是矮仔 有一次我跟人拍照 我就怎樣說 我cute那些站在前面 cute那些 我不是矮小的 cute那些 其實矮小也可以 眼光看 很cute 就是很有趣 即是說我們不要看矮 矮就是不及人 其實不重要的 有高有矮 有肥有瘦 不重要的 我們知道這個過程 我們就要中間拆解 怎樣改變我們的信念 我們失敗的時候 怎樣去重新拾起 不要因為重複失敗 而灰心 而怎樣建立我們這個能力 和和神的關係 好了 自我形象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自己覺得 人家是自己看重的人 怎樣看自己 那為什麼自己看重的人呢 譬如你的家人 你看重他 譬如同學 那同學 那同學 或者同事 就是有些都很遙遠的 有些是比較近的 還有有些我們比較看重的 有些比較喜歡的 而我們喜歡那個人 那個人不喜歡我們 我們就受傷害比較多 就是我們想回 我們受一些人的影響 是那些比較接近 和我們看重的人 那些人呢 我們覺得他怎樣看我 因為覺得 家人少看我 家人不喜歡我 那這個呢 就會形成了一個 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用 自我形象 基本上是 我覺得我怎樣 我覺得人看我怎樣 這個我講我怎樣 是會被人影響的 很少人是我這樣做的 就是說 人家不喜歡他 但是我知道我是努力 我做好了 我應該做的 我也是盡力的 我是愛主的 耶穌愛我的 所以我是寶貴的 就算有人說我 甚至有人拒絕我 我都不受影響 那這個應該是這樣 不過不是很多人做得到 當他做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受到傷害了 尤其在小時候 有時候我們未信主 就受到傷害 那些是需要清理 需要醫治的 那有時候 很成功的人 都可以覺得自己不夠好的 譬如那些世界第一級 就是最厲害的網球手 我是打網球的 我喜歡看網球 看到他們1 2 3 那些初頭我幾名 有時候到來都去的 一時一個 第一 一壓變得第二 那 因為他們那個競爭性 是很強很強 他可以很證明 哇 我很厲害 我打到全世界 頭幾名了 總子球隊 那些叫總子球隊 是頭幾名的了 他可以這樣很證明 但是他說 哎呀 糟了 這次 哎呀 我又落到第二了 有些人說 我都不知道幾下做第二 你落到第二 就不可以 即是他可以 他很成功 但是他覺得 哇 我本來第一個 再去第二 即是說 原來一個人可以很厲害 都可以覺得自己不夠好 那所以有些明星會自殺 那你說 哇 你這麼受歡迎 我想做你 那有些人說 我不是 我不想做他們 不過呢 有些人說 好像他那麼厲害 應該很開心 但依然 有些人 不是那麼開心 好了 那我們首先看這個經文 神將榮耀尊貴為官 這個經文 真是很特別的 即是我們是有 榮耀尊貴作為我們的官免 詩堅第八堅第四節一起錄 便說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 比天使美少一點 並肯定奉獻 並肯定奉獻 並肯定奉獻尊貴為官免 你派他本來你手所造的 史萬物就算一切的謠藥 田野的壽 空中的鳥 海裡的魚 凡驚行海路的 都服在他的腳下 這裏說人算什麼 其實人算什麼 我們的體溫高幾度 我們就會病 如果持續高幾度 一定會死 低幾度 我們又會病又會死 我們環境太熱 我們就頂不住 我們沒有水陰 就頂不住 我們沒有空氣 很快就沒有命 即是人算什麼 因為有什麼煩惱 被人攻擊 我們也很難頂 很難處理 人真的不算什麼 但是神居然顧念 我們看錯我們 所以我們的神真的很特別 雖然我們這麼卑微 但是神看著我們 好了 神叫我們被天使圓文 或者譯做神 微小一點 其實他圓文是神 那因為他寫天使 可能他就覺得 比神低一些好像很高 總之 無論如何 總之我們都是很尊貴的 雖然我們不及於神 或者在現在來說 不及於天使 但是將來我們高於天使 因為我們是神而來的身份 並一次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即是我們頭上戴了個冠冕 就是榮耀尊貴為冠冕 另外 那首詩歌 我是你冠冕上寶石 這首詩歌就是神感到我寫的 就是我們是神冠冕上的寶石 是不是很特別 真是很尊貴的身份 真是很尊貴的身份 我們本身有這個榮耀尊貴為冠冕 我們都是神 經文就是說 我們是冠冕上的寶石 是很寶貴的 但是我們看少自己 我們的生命就變得很殘 我們能不能夠說 真是深信 我是真是很尊貴 一起說 我真是很尊貴的 我真是很尊貴的 我是珍惜我自己 我不需要被人傷害 我不需要被人傷害 而且神派我們管理 神所做的一切 你派他管理你手 就是神所做的一切 就是萬物一切 所有天地 所有萬物 都是服在我們腳下 都是我們管理的 不過人犯罪之後就不是 這個世界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因為人類犯罪 但是我們其實有這個權秘 可以管理很多的原因 人類犯罪 第一個後果是甚麼呢 懼怕和自卑 創世紀三章十節一起同 他說 我在圓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露體 我便創妙了 他就馬上害怕了 聽到神的聲音 就馬上躲起來了 他說我是赤身露體 他就不怕和自卑 當人類犯罪之後 他就不想讓他 這就是赤身露體 因為當時他的身體 譬如貓狗會不會很奇怪 就是我赤身露體 我沒有衣服穿的 貓狗不會這樣 他沒有這個觀念 但是人當他反罪之後 他就覺得赤身露體 就是我的東西我不敢告訴你 因為我裡面有些醜的東西 這也是自卑感之一 就是我不敢告訴你 我實際是怎樣的 有本書是英文回來的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 我是誰 為什麼很多人不敢 將他的東西 告訴別人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中文 我為什麼不敢告訴你 我是誰 因為我告訴你 我是誰 你可能會不喜歡這給我 而且 這及是我僅有的一切 為什麼很多人不敢 將他自己顯露出來呢 因為他怕告訴別人 別人不喜歡 別人不喜歡的時候 他說 這個就是我一切 我沒有的了 我沒有東西的了 那時候他覺得很失望 我曾經認識過 有些人 他一生都是一種困難痛苦 但他永遠都沒有人知道 我不是說 我們應該把所有東西告訴別人 但他沒有去求助 他沒有去得幫助 因為他不想被人知道 那其實 我們有時 我們適量地 將我們 情況告訴別人 讓人一起去 承擔 一起幫助 我們都是好的 例如我作為牧師 我都告訴你 我們經歷的過程 我們有的困難 我自己本身的困難 我自己發過的惡魔 我都告訴你 那就是說 我都不介意讓你知道 我有過的軟弱 我都是 依靠耶穌 所以神幫助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沒有一個是超人的 沒有一個是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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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神 可以成為差不多是超人 有神 可以成為差不多是超人 很有能力 超乎人的能力 這個我們明白 就是為什麼我們害怕 就是這個自卑敢作罪 自我形容低 我不敢 將我裡面 講出來 我不敢求助 我不能夠喜歡我自己 我不能夠接受我自己 人就用不同的方法 去提升他 因為他的字 我覺得 不夠好 醜怪 於是 他就用不同的方法 有人靠化妝 大家看 這裡是同一個人 兩個化妝的樣子 都很漂亮 下一幅 就是他原來的樣子 原來的樣子 原來的樣子 你說 原來的樣子 所以我提醒男士們 你不要看到化妝以為他很漂亮 化妝可以很假 可以將人的樣子完全提升 他習慣了他的化妝的樣子 他是不能夠再不化妝的 化妝有輕量化妝和重化妝 輕量的就是有些人塗唇膏 很重的就是有假折毛 畫了眼 整隻眼都好像大了 完全不同了 他的問題是這樣 當他一卸妝 那些人是不認得他 然後說 你這樣 很驚訝的 我聽過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太太 實際我不知道她有什麼情況 就是她連丈夫都沒有看過她 卸妝之後的樣子 我就想她是怎樣做呢 那是否晚上關燈之後 才卸妝呢 即是她一卸妝之後 就要整間在屋子關燈 即是我不知道怎樣的樣子 因為她由她認識她的男朋友 或者她認識任雲開始 每個人都看到她化妝的樣子 是很漂亮的 然後當她一化妝後 她覺得不能夠接受 那時候 這個就是她的面具 即是她要用這個提升自己 那這些是另外一些人 化妝前 化妝後 所以你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你不要以為她一定是很漂亮 即是說 即是可以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的 OK 而有些人就靠衣服和裝飾 即是說 這麼漂亮的衣服 這麼漂亮的裝飾 真的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就 人靠衣裝 是吧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我們靠這些東西 撐高自己 還是我們 本身的質素 我們愛人 關心人 這些質素是永恆的 但是衣服總是會換的 還有有些人靠擁有這些物件 還有一些人靠擁有這些物件 iPhone 即是新的iPhone 8 將會出的就是可能7700元港元至8500元港元 下面一隻標 這個標是多少錢呢 全世界最貴的標 2億3千萬港元 那你會有人買的 是有人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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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是想要的標 是用來炫耀的 買多隻這樣的標 是否用來看時間呢 看時間 你任何一隻標都可以的 全世界最貴的手袋 這個是鱷魚鑽石的手袋 234萬港元 你們有時的手袋 你不是會扔在那裡 我相信他的手袋會扔在那裡 234萬 即是可以買一層小的樓 以前可以買大的樓 一層樓 這個 OK 有人就靠錢 我有錢 那靠錢好像比較厲害 就是好像 被人看到 我有這麼多錢去用 有人就靠 撐到自己想要人 撐到自己的男朋友 女朋友 就撐高自己 其實基本上都是 因為他本身不覺得自己寶貴 所以他一定要用其他方法 來將他撐高 或者要靠證明被人厲害 年輕的時候 那些學生喜歡啞秀瓜 但是呢 其實人很多時候喜歡拗頸 拗頸 基本上就是要厲害個人 總是不能夠接受別人的意見 那這個都是 其實裡面就是覺得他不夠人好 所以他要厲害個人 那為什麼自卑的人 要證明自己被人好呢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不被人看重 所以他想要證明他自己是重要的 所以他用方法 譬如這個男性 他覺得不夠這個女性高 他會用方法去撐高 我有很多錢啊 你看 他可能 譬如他這樣說 很高啊 好 我打銀包給你看看 哇 那個女性 立刻 哎呦 服了你服了你 就是可能 或者他開車來 哇 你看我的車多漂亮 那那個女性 哎呦 服了你服了你 就是人就會這樣 就是以為這些東西 就會將人的價值提升 但這些東西都會過去 當他過去的時候 這個人可以完全的空虛 那這個女明星 馬來蓮夢露 可能大家都聽過她的名字 那是當時呢 在他在生的時候 在好紅的時候 那些人想到美國生活 想到三種東西 香口交 可口可樂 和馬來蓮夢露 就是這麼出名的 而這裏呢 是很多不同的雜誌 將他拍出來 即是他怎樣 在不同的雜誌裏面出現呢 好啦 但這些是有些人 講歸馬來蓮夢露的說話 他說他極度需要被渴望 即是他極度需要有人說 嘩 好開心 見過你 嘩 你真是漂亮 嘩 你真是吸引 他很需要別人這樣去 即是很接納他 因為他本身呢 其實他的家庭 是非常之 很多問題的 他爸爸在他出生之前 已經離開他的媽媽 所以他都不知道他爸爸是誰 也都沒有人知道是誰 然後他媽媽 是類似入精神病院的 他外婆是自殺死的 他媽媽呢 是會對他很差的 那我看了一個片段 就說到他媽媽有一次出街 那時候他很小 就把他放在一個箱裡 自己走出街 讓他留在家裡 即是說呢 即是對於他的照顧是很差 所以他從小時候都是很自卑 當他開始出名的時候 他就很歡喜這種感覺 因為這種感覺 令到他覺得有重要性 所以他去到哪個地方 你可以說他有些種壞了 即是他想那些人 每個人都這麼喜歡他 這麼渴慕和他在一起 所以他就變成了 即是有種很… 其實他裡面很虛 他就很想人這樣看重他 我曾經看過一套電影 是拍攝他的生平的 是由另外一個人演繹的 有一幕呢 因為瑪麗夢露 走路有一個姿勢的 就是他將他的臀部這樣 扭著扭著走 那他有一次呢 就走到一個公園 那他呢 就忽然間 心血來潮 他就呢 特意用這個扭著扭著的方式走 一走的時候 立刻有人在雨路說 哇 瑪麗夢露 立刻一扎著 整個人跑過來 即是他是很喜歡這種的感覺 那還有呢 他自己不能夠判斷 他信任他的判斷 即是他做什麼決定 買什麼做什麼 他都要周圍的人給他意見 即是他不能夠做決定 還有他身上散發出 他缺乏安全感 他說有一個人 可能這個人怎麼幫過他的 他說他如果晚上八點鐘有約會 他要由正午開始預備他 要預備這個約會 即是等他的 因為他的心很害怕 後面也說到 最後那一行說到 他很懂得演戲 但他演戲的時候 整天很害怕自己會做錯 所以他整天都會出錯 所以甚至有人說他真的好像 很傻啊 很蠢啊 即是覺得他有個印象 覺得他很蠢 就是因為他其實是他害怕的 因為他八點鐘有約會 他就一直害怕的 所以有人要告訴他 不要緊要不要緊 可以的可以的 即是一直要提升他的信心 有個人說一句說話 比較特別 如果他蠢一點可能會開心 因為他經常看到他自己不好 他太敏銳看到他不好 所以他變得很不開心 即是我們 即是看到他的心 其實他當時來說 真是全美國最受註意的女明星 而最後他在他家裡死了 他也是吸毒的 多數人都是說他自殺 不過另外也有些不同的傳說 即是很大可能他是自殺的 即是說一個原來 一個這麼出名的人 都可以 一個這麼成功的人 都可以 他的生命是很缺乏安全感 很明顯他是缺乏安全感的 而他的安全感是靠人的 是拔著人的 好了 低自我形象的來源 分了四個領域 同神的關係 人的關係 自己和處事 幾樣東西 其實很多方面 我們都可以這樣去想 同神 同人自己和處事 同神關係 一個人自我形象低 這個講到 不信的或者信耶穌的人 懷疑神的愛 因為當他不相信神的愛的時候 他和神關係就沒有力量了 而且他不明白神的愛 神的恩典 有小親印神 就算基督徒也會 有很多基督徒信耶穌 但是他小親印神就沒有力量了 看神關係他得不到力量 或者有時候還有一些可以加點 就是他覺得神控訴他 神說你不夠愛我 所以我要懲罰你 有些人很害怕 他看聖經就看到這些懲罰 其實聖經警告我們 不要犯罪 不過你犯罪 立刻悔他就可以了 你立刻悔他 如果神就懲罪你的罪 你願意改的時候 神是不介意我們犯過的罪 我們立刻求主懲罪就可以了 然後 跟人的關係 我也補充一句 犯罪有罪的後果 不過 已經犯罪 不能回頭 我們只能夠 只能夠承擔過後果 但是呢 那條路 那條生命的路可以向上 如果我們依靠耶穌 信靠耶穌 世面 我們的罪 天上都為我們歡喜 我們願意改過 跟人的關係 沒有安全感 即是自己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的人 很容易會依賴人 拔著家人 上學 有些學生會這樣 快點找一個同學 這個同學 經常拔著他 經常跟他在一起 後果是怎樣 這個人可能覺得很煩 為什麼經常都要拔著我 為何你不可以單獨存在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可能不要他 或者有些什麼事 凡是沒有安全感的人 都很容易會低沉 譬如說 你都不愛我 你沉在哪裡 為何不理我 他自我形成低的時候 他就會經常都 計較人對他 這樣的時候 那些人也很容易會 即是因為他 排斥他 又不喜歡他 即是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人就會 他就會依賴人 容易被人影響傷害 那麼人際關係 就很容易失敗 這些都是可以造成 他自我形象的 這個低自我形象 如果大家發現這件事 那我們的方法 如何處理 如何提升 又管理自己 有些人很容易負面 什麼都看到困難 哎呦不行 我做不到 有些人對我不好 沒有希望 哪個世界都是不好的 這樣的時候 他負面的時候 或者悲觀的時候 他什麼都困難 他也很容易會有低的自我形象 還有沒有管理內心 被人傷害完 他不懂得管理 繼續傷害 那就很慘 我們學到 然後就是說 怎樣放手 我感謝神 雖然我家裡 小時候真的很多 不開心 不過我一出門 我就很開心 我就很開心 和我一起去玩 我就忘記了 家裡全部都忘記了 回家裡 就有種受制的感覺 一出門 我就很開心 所以很喜歡上學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找到一個位 我們能夠開心的位 我們都是管理內心 而且也有些人被罪 被忍控制了 手機忍也是 有些人說 手機 起碼我也有些事情做 讓我沒那麼悶 但問題就是 他有依賴性 他一定要靠這些東西 處事的能力都影響我們 學業事業失敗 其實學業事業失敗的人 他真的經過生命 是很難能夠 一個健康自我形象 因為他讀書 都不好 他讀得不好 他做老公 他肯努力做一些工 或者學到一些東西都好 但他做工的時候 可能人際關係不好 或者不肯勤勉 或者學不到那些東西 結果他放棄的時候 他整個人就很失敗 很困難 那時候他的自我形象 是很難健康的 也是被失敗感控制 就是經常都覺得失敗了 而且在逆境 他不懂得處理 受挫折 那這些就會造成 低的自我形象 那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自我形象低的人的特色是什麼 很難親近神 小親近神沒有力 他很難 因為他 神都不知道聽不聽我說 神都不喜歡我的 所以他很難 跟神有距離 他難過得距離 他很難從神得利 因為他沒有信心 其實得利一定有信心 耶穌愛我的 耶穌關心我 耶穌看錯我的 那你才容易有力量 第二 跟人關係 他很容易變得對人負面 因為他裡面負面 那他有時候未必刻意 但是他的口出都是 哎呀好壞呀 哎呀那些人又對我不好呀 哎呀我好受傷害呀 都是從重複口講 並且在講來講去 突突轉 講來講都是這樣的時候 那變了他很負面 人家做什麼他又負面了 結果是很難有好的關係 那很難建立好的關係 還有繼續受傷害 為什麼呢 他一直拔著那個人 拔了幾年 哎呀這個我最好的朋友 怎麼知道後來那個人 都頂不信都走了 這樣的時候 他的傷害更加大 就好像沒有剩下的朋友 那所以如果我們有這個情況 我都鼓勵你 是接受我們的輔導 可以幫助你 怎麼樣 如果你發覺 那些朋友好像越來越少了 怎麼能夠建立到 是跟人關係好 關心人 以致你都能夠有一些 好的朋友呢 還有管理自己 自我形象低的人 他本來就是負面 他跟著就是負面 還有悲觀 他就開始失望了 哎呀我都是沒有希望的了 甚至有時候 他都差了想自殺 就是他整個生命管理不到 處事的能力越來越失敗 做什麼都做不到 不能夠出到一個困局 有困局就很害怕很害怕 其實有困難 你就一樣一樣處理 這個世界上總有困難 就是這些困難總可以處理到 處理不到 我們接受 有些困難是改變不到的 接受 但有些總可以處理的 但有些人 他是小小困難 他就會發實騰基 就沒辦法做得到的 還有他的生活困難 就是他的生活 經濟有困難 人際有問題 工作有困難 自我形容低 其實是很慘的 自己會在困苦 困難 困苦之中 還有不能夠發揮生命 這裏是賭錢 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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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去廁所 你會不會賭錢 賭去廁所 沖上去 你不會 我們的命 會不會賭去廁所 沖上去 不會 我的命很矜貴 是我們有的唯一 一路到永遠 當然我們有耶穌 外在有耶穌 但我們自己有的 我們自己有的 就是我們的命 還有我們所為耶穌所做一切 就會永存 我們為耶穌的奉獻 我們為耶穌付出祝福人 我們所有為耶穌要做 我們做在人身上祝福祂的 這些是永存的 就是我們有的 就是我們的命 還有我們為神所做的一切 好了 建立自我形象 如何建立 去開頭 我們重回這個方法 一起讀一下 深信神的愛和計劃 處理人的影響和自非 建立生命質素和能力 有進步就欣賞自己 施放神建立人就更自信 施比壽更為有福 就更加開心了 第一 我們想建立一定是 神的愛神的恩典 幾困難都好 神都愛我們 神都祝福我們 雖然 人的困難有時都很大 我知道有些人的困難 我們中間有些人的困難都是很大 但是神是全能的 神是凡是都能 神是甚麼困難都好 你都可以出來的 其實當我一信主的時候 是即時的改變 很大的改變 有人開心 然後我說話馬上改變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耶穌很好 所以我一跟人說話 就說到耶穌多好 馬上說話就完全不同了 這個就是神是即時改變我 亦都令到我在教會 可以發揮我的生命 然後我信了主三年之後 我就在一間基督教學生命中學做教師 而在那一間學校呢 我就帶了我全班的學生 全門信哲主 還有呢 我就每個午餐 就做一個 信仰跟進的一個班 然後另一個 就是一天 就是查經班 然後呢 另外一天 就在團計之前 我就帶他們出去傳呼音 就是神就這樣使用我 就是神將我完全的改變 是一個缺乏自信的人 變成一個很有信心 給神使用的人 就是第一就是深信神愛 第二就是處理人的影響和自卑 就是我們有些甚麼 人家說句說話 我們受影響的 我們就要處理 幾個方法呢 一個就是說 你要面對他的 他講的說話 我放在心上 他講了我 即是說這句說話 我不用計較 不要緊要的 講完 有在空氣之中消失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的方法 可能有些人來講 是避開一下他 那有時候可能避開那個環境 即是有些人 真是處理不到的時候 避開好過 失去了自己的健康 和情緒的健康 因為為甚麼呢 如果處理不到 長期在這個環境 可以造成情緒病 和精神病 那樣東西更糟 因為為甚麼呢 是難回頭 雖然耶穌可以醫治 但是如果沒有事 保持健康 是比有事更容易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緒 和這個自我形象 是不是一路降低 如果一路降低的時候 我們需要醫治 不要等到它變差了 那時候就可能了 處理人的影響和自卑 又建立生命的質素和能力 因為自信心都是 我們生命的質素是甚麼呢 平安 喜樂 輕散 不被人影響 講說話有智慧 有關心人的心 能夠建立友誼 能夠聆聽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才能夠 能夠有自信心的 譬如你跟人說話 都沒有人喜歡聽你說話的 那有些人真的 不知為甚麼 在他生命中會發生的事 就是有些人聊天 你發覺 重重覆覆說他的困難 又沒有機會被人回答 一路說一路說 那他是不是跟每個人說話都是這樣 即是他已經培養了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其實他很難有朋友 這樣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人原來已經有這麼多問題 不過有些人我們幫到 他容易幫我們幫到 有些人他不肯接受幫助的時候 都很難幫 但先幫自己 我們生命質素 怎樣平安 輕省 聆聽 回應人 和人能夠建立關係的 能夠做事 能夠越來越提升 不用聰明的人 一起說 不用聰明的人 這個繼續進步 靠著耶穌基督慢慢 一步步得勝 靠著耶穌基督慢慢一步步得勝 還有能力 我們需要提升的 譬如做工的能力 和相處的能力 我們應該要提升的 有進步欣賞自己很重要 那就正面了 感謝神今天進步了 還有呢 事奉神 因為耶穌說過 當我們父耶穌 握學耶穌的樣式 我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了 所以進入一個更高層次的 喜樂平安 和有自信心了 原來事奉神 都可以幫助我們本人的 好了 怎樣建立自我形象 第一一起讀 深信神 深深無可憐 親近神得靈 李洛薩嘉利亞書 二章八節 摸你門的就是 神摸他眼中的童人 嘩 誰敢摸老虎的童人 你敢不敢走過來摸牠的眼 不敢 神的眼我們敢摸 我們不敢摸 因為祂是全能的神 萬王之王 誰傷害我們就是摸神的眼 所以我們說 我們很寶貴的 因為神看著我們 誰傷害我 那個人比我慘 所以我們為祂祝福 求神憐悶 他傷害我 他很慘 所以我不用怕他 因為神會祝福我 走神的路 神會幫我的 這個其實是基本信念 總之任何人做任何事 不用介意 但這件事是每一個人學習 他到甚麼程度 怎樣處理這件事 但這個是需要學習的 好了 神看著我們到甚麼程度呢 神看著我們有奇妙計劃 詩篇139端16節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天 你都寫在你的賊償了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 何等寶貴奇蘇 何等眾多 即是神已經寫了賊償 如果神寫了賊償 不會說 哎呀又失敗又沒用 又蠢又懶又懶又沒有朋友呢 神不會寫這些東西 神寫 都是說 雖然我們困難 祂都幫我們 祂是一步一步幫我們 並且這個計劃一定是輝煌的 一定是輝煌 你說我現在生命很不輝煌 不要緊 你只要給神掌管 你要走神的路 要是處理生命親近神 你就可以越來越平安興省 你有力量 我們真的看著神的工作 我們很驚訝 很詫異 譬如剛剛這位姐妹 我特意不說名字 她的大女兒跟她說 經歷四年之後呢 她第一就覺得重生 第二她說甚麼呢 她說她想侍奉神 她就喜歡看聖經 我們要感謝神 神的工作這麼奇妙 神的工作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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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卻簡選了世上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修愧 又簡選了世上遠有的 叫立平常修愧 但有些人說 那如果我開始是聰明一點 便會容易一點 但是神給每一個人是不同的 那我們其實不需要介意的 不需要介意我們自己的能力 因為神給我們 你就按照你的能力 你就跟著你走神的路就可以了 因為神多及誰 就向誰多要 誰有多恩慈 神要求他也有更多 但是每一個人的身份不同 總之你按照你所做 你看著神的恩怜 你發覺你的恩慈和能力 是超過你以為的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沒有這個能力 其實如果你放心和輕省 你會發覺你的能力是更多的 還有這裡也說 不要讓人少看你 自己也不要少看自己 歌歷詩書四章十二節 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廣仰 這裡講到不要讓人少看 我們也不要少看自己 而言語講的說話 行為愛心信心清潔 都有一個好廣仰 清潔都講到生活的廣仰 就是一個好榜仰 真是人家看到即是好 以上第一點說到神的 而我有三個討告 我都再一次給大家看到 希望大家記實這三種的討告 我就稱它為親近神的討告 其他還有聆聽神 還有待討 還有福興的討告 但是這裡我講到就是三種的討告 第一就是恩典的討告 一起讀一下 宣告神的愛 神陪著我 神在祝福我的神接力 這個討告會幫祂提升 一起來 神在愛我的 神在提升我的 神在幫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要使用我的 真心相信 大家信不信你的生命 神真的會幫到你 你信不信呢 我希望大家相信這件事 神是全能 還有祂會體重你的 祂一定會興起你的 第二就是敬拜的討告一起 感謝敬拜愛慕喜願 僅靠我需要神 就是經常感謝祂 讚美祂 但是後面那些 比較少人說的 喜歡神 但是其實聖經講到 神喜歡我們 也都講到詩篇 很多詩人都講到 祂怎樣 喜悦神的 僅靠著神 經常需要祂的 我會喜歡說這些說話 比較親切和真實 耶穌我需要你 我真的需要你和我一起 多謝耶穌 我都是經常跟神說 我需要你 互動去祈禱 一起讀 一邊討過一邊信 神起願我們討過 神在祝福 一邊祈禱一邊相信 神喜歡 就是你一直在祈禱 多謝耶穌 心就想著 神現在很開心 就不是驕傲 不是說我很厲害 不是我是很厲害 而是神很喜悦人親的 所以說 多謝耶穌 神就笑到見眼不見眼 這個加憎我們的信心 加憎我們的信心 知道我們祈禱有功效 神喜悦的 這樣就更加有信心 神是喜歡人 每個都說 喜歡人是怎樣的 神在愛我的 我是蒙福的 我有很多恩典 我可以大大興起的 神喜歡這樣 神不喜歡人說 哎呀 我又沒用 我又蠢 哎呀 耶穌你放棄我了 我好不行 神不是想你這樣 雖然你很慘 神都想他拔起你 但是你不是 你是這樣宣告 神一定拔起我的 一起說 神一定拔起我的 神一定幫我的 神一定把力量給我的 神一定把力量給我的 好了 第二 一起讀一下 處理負面自我形象 建立正面自我形象 我們需要處理的 一起讀一下 針言四章二十三節 你要保守你心 聖我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的 很重要的就是 處理負面的 還有建立正面的 自我形象 那心呢 就是一生的果效 心藏著不開心的煩惱 整個生命就不開心 但是人人說是人對我不好 所以我不開心 那你都說人 當這個人 這個人 人不好 他不好 為甚麼是我 為甚麼我要承擔呢 他不好 我就學怎樣不給他影響 就是總是找方法 我轉身 我就說神愛我 就算我們軟弱 簡直我們 剛強軟弱 由1%至1%至100% 譬如有些人很強的 100% 1% 就算一個人是1% 他就說神啊 你幫我 我可以提升的 他就可以逐步提升 但有時有些人就說 我真是最低最低那個 我真是甚麼都做不到的 那他就負面看了 負面看就起不了 所以我們就算低 我們可不可以注目在低那裏 不要 注目在神給我的甜質 還有我都可以改善 我祈禱開心一點 那這個神可以提升了 總是注目在正面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步步提升了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們低的地方處理 不給予強 正面的加強 好了 但我說一句說話 負面的自我形象 可能是很穩固的 因為已經很多年 沒動到的樹根 是殺得很實 是很難改變 甚至你自己說 我不變到的 我不改到的 我是這樣的了 甚至我們自己會說 但這句說話 我們應不應該說 不應該說 我們說 總可以改變 一日改1% 100日可以改100% 總可以改變 所以每日處理些少 已經是進步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秘訣 無論我們給甚麼影響 我想問你 那種影響 是不是一定要黏住你呢 是不是一定要被它壓絕呢 沒有一樣的一定要壓絕 只要你的心 相信神的恩典 還有讚美神 無論甚麼方法 如果你覺得跳舞 鬆一點 甚至你走去一些 空曠的地方大喊 哈利路亞 耶穌王 哈 把那些重吶吹出來 哈 耶穌 你煩惱出來 有時需要 你的心在捲著時 哈利路亞 有些煩惱出來 你用甚麼方法都好 你走去運動一下 不過不要用一些不好的方法 做正當的東西 去沙灘走一下 去看看那些花 那些花 那些花 那些花栗樹木呀 看看那些蝴蝶欣賞一下 或者上網看看那些人開心呀 讚美神呀 就是看看這些東西 無論甚麼方法 總之那些東西不是錯的 不是犯罪的 幫到你 就可以用 好了 那我現在拆解一些錯誤的思想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錯誤思想 就很難搞的了 譬如說 有些人說 我講話不好的 那我講話不好的 那怎樣呢 一起讀一下 說話不好總可以改善 一點改善 些少有 那你說這麼簡單的 那你不好 那你就試試練一下說 練一下說 關心人怎樣 我們都可以訓練大家的 即是我們有今天聚會 明天聚會 明天就在觀塘 那我們都會訓練人的 那你需要甚麼 你告訴我 我會訓練你 怎樣跟人溝通呢 怎樣聆聽呢 怎樣說正面的說話 怎樣關心人呢 你學到一些 就已經進步了 繼續用吧 經常都聽到別人的需要 就回應他 關心他 那自然說話就會提升了 如果只講自己的話 說話就 即是人就一路負面了 但是關心人的 回應人的 那些說話一定會進步 有些人說 人都不喜歡我的 一起讀 神喜歡我 我可以有多幫助人 就會有些人不喜歡我 雖然沒有人喜歡我們 但是 神喜歡我 還有我幫人 想人喜歡 最重要是幫人 對人好 講正面的說話 自然就有人喜歡你 雖然不擔保 沒有擔保 但是 總好過我們是講負面的說話 第三 第三 我人際關係不好的 我沒有好的人 那怎麼辦呢 我可以學習 有愛心 聆聽人 關心 幫助人 關係就改善 總可以改善的 但是有些人 我很可惜見到他 已經幾十歲 做工有問題 經常做散工 一會兒被人炒 又沒有錢 又沒有朋友 我見到他的生命 我都覺得很慘 即什麼的能力 都好像沒有了 一生人 好像困難就在他一生 但是 我都說 不要緊 耶穌現在都可以幫到你 但是我們越早 接受耶穌的幫助越好 對不對 其實很重要信念 第一 神一定幫到我 第二 接受人的意見 能夠改變 不會說 我一定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這樣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改變的 我想問大家 你可不可以改變到一些 有沒有改變一些 你過去一年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進步 通常人都有的 不過有些人進步不多的 不過不要緊 都是在進步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再進步多些 提升多些 但是又不要有壓力 不要說越進步 就是壓力就不要了 但是輕輕鬆鬆的改善 比如說 祈禱可以這麼輕鬆 那你就試試祈禱這麼輕鬆 可以親印神 那麼容易經歷神的 我們又試試 在這方面進步 去幫人 我們又進步 但是又不要給自己壓力 就是我祈禱 不像那個人 那人祈禱很有能力 不用比較 不要緊的 有溝通和鼓勵的能力 就是說能夠跟別人溝通 聆聽 鼓勵到他 這些都是會加強 因為其實 溝通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 人沒有溝通的時候 就算他很聰明 他沒有溝通的能力的時候 他很難傳遞的 很難影響人的 還有建立人際關係的能力 怎樣跟別人 能夠別人覺得親善的 舒服的 能夠影響人的 那麼有些基督徒 我都見過很多 是很強勢的 有些人聽過說 就是影響到他 就是他影響到人 他真的一群人跟著他 但是他很強勢 但是他這樣的時候 他跟丈夫相處就不太行 因為丈夫就會很抗拒 那麼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太太問我 她說 她都承認 她說我都是跟丈夫很強勢 那麼她問我是不是要改 哇 你想想要不需要改 就是你覺得要改 你覺得你丈夫 喜不喜歡是這樣 那麼她說得出不喜歡 但是她好像很難 好像沒有這個心 我真的要改 真的要改 是一定要改的 就是說 人們覺得舒服 被愛被關心 才會肯接受我們的意見 還有職業的能力 做事的能力 我們都是需要提升的 跟從大使命的能力 如何存福音建立人的靈命 和侍奉的能力 都是每一樣需要進步的 而第四點 就是侍奉神 祝奉人自己被提升 即使我講到四樣 我們一會再看看 這四方面 怎樣自我價值 自我形象提升的 一起讀阿玛太十一章二十九節 我心裡猶何謙卑 你們當父 我欺騙學我的樣識 此以後你們心裡就必得安息 這句耶穌說 父耶穌欺騙 首先說到二十八節就說到 如果擔重鑑的人來我那裡就得到安息 但耶穌跟著說下一級 就是說 耶穌是有何謙卑的 我們負耶穌騙 做耶穌叫我們做的事 學耶穌的生命 學耶穌的每一樣東西 這樣我們就心裡必得享安息 就是整個人越來越平安興散 我們的生命就會提升 一個人平安得享安息 他的自我形象就會提升 他經常都會很平穩安靜 不容易神影響 所以原來侍奉神會提升人的 而我的侍奉的目標 就是想興起人侍奉神 所以你有心想侍奉 你傳給我 告訴我 傳Whatsapp告訴我 最好傳Whatsapp 因為為什麼呢 你說完可能我突然忘記了 有些我會記住的 那你寫下了 又提醒我 牧師我想接受這些訓練 那我一定會做的 我怎樣都做 有人想受訓練 我一定會做的 我最想看到人的願意 那你有這個心 我是很想幫助你 每一樣東西都提升 當你經常幫人 你越做越輕省 越做越放下自己的煩惱 越做越平安 但如果人是有壓力之下 事奉就會很辛苦 有些人事奉也很辛苦 我以前都曾經試過 但靠著耶穌 真的一步一步提升 而聖經者先用這個經文 撒家裡的書 九章十六節 很美麗的 因為他們必將 官面上的寶石 高舉在他的地上 我們是官面上的寶石 是高舉在地上的 好了 這個寶石想怎樣提升呢 要怎樣呢 我們的生命需要 要剁磨 即是這個寶石要剁磨的 然後極度寶貴 即是說 如果沒有剁磨 就算我們是寶石 都不會被提升的 但跟著我就比較了 有些人的生命是剁磨的 但有些人怎樣呢 他的生命 自卑懼怕 跟著他是浪了整個命 即是說原來一個人 他有自卑感的時候 不代表他是會更加好的 自卑不是謙卑 自卑是踩下自己 覺得自己沒有希望 謙卑在神面前 就是神啊 我是不行 我沒有能力 但我依靠你 真正的謙卑 也都加上信靠 但如果人只是自卑的時候 他是又怕又自卑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可以浪費 到將來見耶穌面的時候 是耶穌說 到底你有什麼給我呢 那時候他說 我有兩梳椒 給你兩梳椒 耶穌說 是不是只有兩梳椒呢 其實當我們 服事主看到人改變 是很開心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渴慕神 渴慕給神使用 我們的生命就會被提升了 這個一會兒你們可以 在小組的時候可以討論的 其中一部份是什麼 我最欣賞 你跟自己說 譬如說 我跟我自己說 我的名字 葉國才 我最欣賞你什麼 你有什麼欣賞的 那我建議你 你怎樣可以發揮這些優點 或者恩賜 那優良 稱呼自己 葉國才 你有什麼東西影響你的自我形象 那我建議你 可以怎樣改善 就是你跟自己說 當然在小組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想一下 我怎樣可以提升我的生命 大家想不想一步步提升 可以的 無論你的情況在哪裡 多低 多高 都可以被提升 我都想繼續被提升 我不想停留在這個位置 我想再提升 你想想提升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阿里路呀 我們一起去 向神宣告 主耶穌 我要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的 你大大想興奮我們 大大想祝福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被提升 主耶穌 你看重我們 你在我們的生命策 已經寫了一個美好的計劃 你很想提升我們每一個 但很多時候我們就說 我們害怕呀 我們做不到呀 我們沒有能力呀 我情緒化呀 我們有很多這些藉口 但是神說 不要緊 只要你找我就行了 主耶穌 我們來到你面前 求你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煩惱 放下這些重大 我們可以站起來 靠著耶穌得力 我們可以向前去 神會興起我們 多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耶穌的大愛 在這一陣子我們都想一齊反省一下 我們有些甚麼 覺得是不可能改變的 我們不可能處理的 在這一陣子 我們試一下來到神面前 你說耶穌呀 我知道有一件事 現在在難阻我的 求你開我的眼睛 開我的耳朵 在這一陣子讓我想到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到底可不可以改變呢 怎樣改變呢 用甚麼方法呢 求耶穌親自指示我 親自大念 我給大家一分鐘 大家安靜在神面前 去反省有些甚麼需要神去改善的 還有有些甚麼神欣賞的 你說神我怎樣提升 有些甚麼需要改善的 神啊 讓我知道 讓我有心去 你提升 如果你想不到 你就想回 你有情緒化的地方 你就說我怎樣可以 這些情緒得到醫治 或者你不夠膽做一些事 沒有能力 那你就神啊 我怎樣可以 有這個信心 向前去 請天父多謝你 多謝你 神啊 你定義要提升我們 只要我們願意的時候 你的祝福就會來到 但很多人不願意 或者不知覺 所以就不能夠改變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我們的煩惱 放下我們的重擔 放下我們覺得不能夠改的地方 我們就依靠耶穌 耶穌一定幫到我的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了解 祝福